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10月30日 圣日耳门惊险逆转利尔 星期六上午 法甲本轮率先展开一场角逐 巴黎圣日耳门主场迎战利尔的重头戏 上半场利尔凭住庄拿分 大胃的入球领先1比0 下半场马坤努斯 哥利亚帮助圣日耳门攀平比分安祖 迪玛利亚上演绝杀好戏 最终巴黎圣日耳门主场 2比1险胜利尔 比赛开始 利尔反客为主 踢得有板有眼 多次极具威胁的进攻 圣日耳门那边东拿路马忙到飞起 作出不少精彩破旧 可惜圣日耳门的城池 始终在31分钟时不保 布拉克 耶马斯佐路撒入禁区底线传中 装拿分 大胃撞射破网 这个入球也帮助利尔带着1比0的比分进入更衣室 换边之后 圣日耳门迅速作出调动 利安努美斯被莫路伊卡迪替换下场 球队慢慢抢回场上的主动拳 轮回攻势之后 圣日耳门在74分钟终于收到成效 安祖迪玛利亚左路撤入禁区底线挑传 无人看防的马昆努斯哥里亚 战舍入网 圣日耳门将比分攀成1比1 气势得到提升的圣日耳门不断发动攻势 88分钟安祖迪玛利亚 和尼玛达斯华的状配合 前者一脚竞射完成拙杀好戏 凭着这个入球 巴黎圣日耳门最终已比一翼转利尔 我们是安波足球快讯 多谢你的赞同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